今天直接的内容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摄影的分类 其中的肖像摄影 或者是人像摄影 这个范畜其实非常大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拍人像 人像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题材 因为你可以跟人交流 人作为物种 他的群居动物 他就是喜欢人跟人之间相处 比如说我刚刚接触摄影的时候 老实说我就是想约女孩子出去玩 去谈恋爱 有机会能够有一个方式去秀自己 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可以去鄙视的 人就是天性 求偶就是天性 但是如果你发展 把这个当做是职业之后 或者是你有一个一定的 学术的教育背景之后 你会慢慢发现 其实人像 人像 或肖像 我们说portraits 它其实也内部也会分 非常多的种类 或者说是庞兹 比如说陈曼 我们非常有名的摄影师陈曼 陈曼他拍的都是明人 明星 我们在西方 他们会叫这种摄影师 叫做明人摄影师 专门拍明人的 他有他的资源 他有他的圈子 所以所有的一线的杂志 或者怎么样 就是这些人拍的 美国有 Andy Libowicz Dan Winters Michael Grapp 这种都是最顶级的 他啥都不干 就专门拍最牛逼的电影 然后最顶级的名人 另外一类 肖像也可以运用在街头摄影里面 也可以运用在街头摄影 你看在路上拍到一个人 你说他算什么样的摄影 他算街头摄影吗 还算是肖像摄影 我认为都算 他也是一种拍人 人像 最终的主体也是人 那么 所以今天我想要讲一下 是 同样是拍人 拍Portraits 拍肖像 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 所出现的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其中第一种叫做 即时摄影 以即时的方式 去拍这个肖像 另外一种方式 又是回归到上一集的 我们说Fine Art 纯艺术的方式去拍这个肖像 当中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到时候 等一下我们就会来讲这个区别 讲的都是一个主题 拍的都是一类人 这一类人叫做 我们叫做 人体冷冻技术的医生 都是拍 再说一遍 人体冷冻技术的那些医生 人体冷冻技术 其实也不算什么新的技术了 现在还是在 在发展当中 但是还不够成熟 因为你现在能把人冰进去 不怕人死 但是呢 你是拿不出来的 因为你现在没有任何技术 可以把人再从这个冰在这个 零下好几百度的地方再拿出来 你能保证他不死 但是理论上不死 不是说真正的不死 就理论上不死 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复活出来 所以目前这个技术呢 是有很大的瓶颈的 甚至是很大的未知数在那边的 而且呢 在很多国家呢 人体冷冻技术是犯法的 在中国我就不知道了 应该肯定不合法 那在国外很多西方世界也是不合法 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合法的 美国有些州可能是合法的 那么这个同样都是拍人体的技术呢 两种截然不同方法的第一种呢 就是我介绍一下这个大视野摄影 Fish Eye 对Fish Eye 好像可能是一个法国的杂志吧 可能是法国杂志 然后现在应该是有的香港的香港版本 然后翻译过来 其实应该是总部在法国 我也不是很清楚 当中呢 这一篇啊 在永生的通道里 这是第一 这是二零 应该是二零一八年四月吧 对 一年前的杂志 但是非常有可看性啊 这个在永生的通道里 这一本杂志呢 就是这个作者 这个叫莫里巴拉德 这个摄影师呢 他就跑到了这个法国 然后跑到法国去记录了 这是一个传统的技术摄影的拍法 就是你跑到 传统技术摄影是非常伟大的 因为首先你没那么简单 你都是跟人打交道 你首先要疏通 有管道 人家得给你去拍吧 对吧 你现在说拍个纪录片 你没有任何关系 谁理你啊 把你踢出去 把你把你赶出去了 尤其是像这种非常敏感的地方 所以你要怎么样跟人家打交道 你怎么说服人家给你拍 既是我觉得既是摄影最牛逼 很多人说 这拍照片我也会拍嘛 可能问题是你进得去嘛 你能够有这个特权进去吗 这就是既是摄影师了不起的地方 你得疏通关系 你得打通这个任督奥尔曼 你得跟任何的这个人沟通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白色黑色灰色 你都得混到 你想要拍的地方去 然后拍到你想要拍的到 并且还发布了 好 这个摄影师他做到了 然后他跑到这个人体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非法 还是有点忘记了 他这个地方是非法 还是 是合法 的地方 目前不是很确定 大家可以有兴趣看一下 但是他进去之后 他传统就拍了一些当时的物件 摆放在那边的那些 在医院里的这些 道工具也好的 医疗设备也好 当然这个是他的主题 他拍了这么一个人体冷冻 技术的医生 这是一个老人家 肯定是这个技术 当时可能是先驱 这是一张躺着照片 听震撼的一张肖像照片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 我觉得是有张力的 然后有拍了这里的工作人员 或许是个保安 或者什么 我们不知道这个医生 这个有点是摆拍的感觉 但是他也算是 即时的一种手段 反正 那么还有一些装置 这个就是普通的 我们说即时摄影的 这个拍法 非常好 有难度 非常非常有难度的 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你看上去的照片 好像谁都能拍 可是问题是我刚刚说了 难点不在这里 好 那么 这是所谓的即时 类型的人像摄影 对吗 好 那么纯艺术的 这个人像摄影 他是怎么样去拍 这个人体冷冻医生呢 又来了 这个 所以为什么说 我整天在给这门杂志 打广告 因为太牛逼了 好吧 这个又是在这本导致里面 同期 就是跟上一个视频 一模一样 同期 另外一个作品 这个猛男 这个猛男做了一个 我觉得脑洞真的太大了 这个脑洞真的是太大了 给大家讲一讲 Transforming Matter 这个照片非常神秘 这都看不清楚 看得清楚 神秘 我稍后会把这个照片贴在我们的视频网站里 贴在我们的视频里 一共就两张 展示了两张 这根本就看不清楚 远看才看得清楚 这么一个神秘的 两个人头像硬币上的人头一样 这个都是在拍人体冷冻的医生 可是呢 这个拍法很有意思 用了转基因技术 什么 转基因技术 没错 他首先 先找了他的这个 转基因技术的好朋友 是个科学家 然后呢 他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培育细菌的 这个种上面呢 培育这个大肠杆菌 那么这个大肠杆菌 为什么是大肠杆菌呢 因为大肠杆菌是最容易得到的细菌 很多人说 哎呀很可怕 或者是对 不管它好还是不好 它有好有坏 但是大肠杆菌呢 是最容易 人类最容易 也已经已知 知道最容易得到的一种细菌 最容易培养的 那么呢 但是普通大肠感觉没用啊 拍照 我要拍照 我得有感光元件 对不对 我得要有曝光的这么一个载体 这个时候 这个人就联系到了他的好朋友 他的好朋友是一个转基因技术家 就通过这个蓝绿藻 蓝绿藻是 这个一种藻类 它是会天然发光的 它有这个天然发光的 这么一个感光性的 这个生物 植物之类 我也不是这个生物学家 然后呢 它就提取了 它蓝绿藻的里面的 这个感光的这个基因 蛋白 任何基因的蛋白嘛 提取出来之后呢 给它输入到 这些大肠杆菌里面去 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些大肠杆菌 开始有感光作用了 明白我意思吗 这个大肠杆菌 可以有感光效果了 我也不知道ISO多少 应该是蛮低的 反正它这个大肠杆菌呢 在培育在这个 这个培化 培育种 上面 让它铺满 铺满之后呢 开始慢慢生长起来 生长起来呢 这些大肠杆菌 跟一般的大肠杆菌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用 在强调一遍 有感光的这个能力的 然后呢 它把这么大一个东西 当作底片 放在它特制的相机里面 然后去拍这个医生 拍完之后呢 显影 显完影之后 最奥妙的地方来了 它必须把这个东西 放在冷冻的这个装置里面 不然这些东西就死了 这个照片会消失掉 也就是说 它拍完这个照片 在很冷的地方 拍完这个照片之后 这个东西就再也拿不出来了 它必须得封印在 这个非常非常冷的 这么一个机器装置里面 就我们现在看到 只是一张照片 这个实体的东西 我们再也拿不出来了 这个就很有意思 它就是在 象征 在暗喻 其实叫名喻吧 就是在 在 连接 它想要表达的 这个人体冷冻技术的现状 就是说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技术 我也看到了 我也像我看到这个照片一样 我也看到了这个人 好像没死 理论上没死 但他进去了 出不来了 好 那么最后我来总结一下 这两种不同的摄影种类 同时在拍人像的这么一个区别 传统的即时摄影呢 就是以作者所见义所得 这种中立的方式 把影像展现给我们的观者 那么纯艺术摄影呢 它就是 纯艺术摄影的肖像呢 它就是通过各种方式 形式 比如说它的制作 整个过程 这个就是以它制作的过程 来这个呼应 来对称 呼应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人体冷冻技术 目前的这个现状 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看到 不同的 不同的种类的摄影呢 它可以产生 完全不一样的方式 去拍一个作品 关键是看你的选择 没有好坏 绝对没有好与坏